早上的空气非常好 在这个清华海湿地公园的露营现在已经快一周了 我基本也没到这个湿地公园过这边来看一看 今天早上天气比较好 我起了也早 所以说就在公园旁边溜达溜达 对面你看那些高楼嘛 那就是宝山市 这个清华海湿地公园呢 它就是处在宝山市的东部 这边呢有个艾楼山 它就应该属于在艾楼山的脚下 但是现在看艾楼山是看不到的 我们要站在那边有个彩虹桥 站在那个彩虹桥上才能看到 这个清华海湿地公园呢 它以前它这边嘛 它叫东海 在明朝的时候有个学者叫杨申 他折据宝山 然后把名字改成叫清华海 它也是宝山历史上著名的外八景之一 漁村晚吊的场所 这边的风景非常好 因为这个清华海它这边所处的地理位置吧 比较特殊 纵横交错的这个湿地啊 为生物提供了丰富的支援 你看它这边大面积的河塘还有浅滩 它就为这个水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这边有很多水鸟是在这过冬的 有些水鸟四季都是在这 在这繁殖栖息 所以它这边也是中国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 你看这边的那个水鸭 就是那个黑色的那个水鸭 它是常年在这的 你等那些远处那些大的那个水鸟 颜色鲜艳的 它都是迁徙过来在这过冬 然后到春天以后又飞走 你看这边 环卫工人也把这个芦苇割掉了 这个芦苇割掉了以后啊 来年春天它又会发芽又会长起来 这个树上已经开花了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树 前几天我来的时候你看都是这种孤独 现在都已经开花了 这花很漂亮 这是什么花呢 你看那个私地公园了 风景非常好 就是好多房车到这边露营 都是在这个私地公园周围的这个露营地停车场 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 基本都是高山 但是那宝山是处在这个宝山坝盆地当中 所以这边地理位置也非常好 那为什么好多房车它都到这边来露营呢 因为这边嘛一共建了八个这个房车营地 咱们下集再好好说这个房车营地 这个房车营地也超级好 在我手指这个方向 这边有个叫埃老牙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一会咱就到那去看一看 这边可以直接走到水边 我们看一下 你看那个水边嘛 它这些小叶子的植物 刚开始我以为是荷花呢 其实它不是荷花 它叫什么 它叫睡莲 现在看不着有花吧 你等太阳完全升起来的时候 它那个花朵就开了 太阳落山了 没有日光的时候 它这个花自己就和上了 所以叫睡莲 哇 这前面还有三只黑天鹅 哇 这路边吃草了 你看它这只走到路边就等我拍照呢 你看走到这就不走了 特意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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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得不远 就是到这个埃老牙 埃老牙我感觉好像是人工的那种石头 啊 那种人工的石头好像堆起来的 这个小山 它上面还有个亭子 刚才我在这边啊 看一个大姐在那跳舞 他一个人在那跳舞 还有舞姿非常美 找到这边好多人锻炼的啊 跳舞也是锻炼 然后我就给它录下来了 那天是离红妆 你笑云无花 辜负我的青梅竹马春圈 唐 引擎的缩纳 让我心碎成伤 我为空泪雨暂时 你的红花 这两个天鹅在这起舞 嬉戏呢 哇 这黑天鹅 这是刚才在那边吃食 洗澡呢 这是 现在就走到这个埃捞牙上面了 这个埃捞牙地是看着这边还挺高的 在外面一望就能望到宝山市区 我们看一下 啊 清华海 漂亮吧 那边能看到清华大厦 这个清华大厦可不是北京清华大厦 因为这边不叫清华海吗 所以那边的大楼叫清华大厦 在埃捞牙上还有一个小亭子 这个亭子应该属于这边的最高点了 整个清华海私地公园是一览无遗 这个埃捞牙还真就是有历史故事 下面它有个介绍 对面不就是埃捞圣山吗 在这个战国中期到西汉时期 这边有个叫埃捞国的 它是这个地方啊 它是这个首义地 它也是埃捞王族的发祥地和国王所在地 所以说你听这个名字感觉就是很有历史感 埃捞牙上面这个亭子叫归汉亭 归汉亭因历史上的埃捞归汉事件而得名 东汉永平十二年 埃捞国末代翼王柳茂率众归汉 其后显中以埃捞帝至埃捞 渤南二县 隔益州郡西部所属六县 在埃捞国统治中心 宝山坝西南凤凰村 春至永昌郡 着力东汉105个郡国中 第二大郡 从此永昌与中华相同 感化文明渊远流长 现在是18点10分 太阳又快落山了 这个时间 这个清华海司的超漂亮 本来这边不都是有那个芦苇吗 今天全都割下去了 哇 真漂亮 我们看一下 看那个夕阳 漂亮吗 这个夕阳 帮助它一直向远方 又渴望飞扬在房里 为什么春风一吹起 我就会这样想念你 看远方盛海的霞瓜 这一首歌只唱给你 为什么星空已升起 我就会这样想念你